第三个保护路开出的是三国志话陀传 是由西晋史学家陈寿所著 他讲述了话陀的一生 同时也记载了很多话陀 为治病救人开创的治疗的方法 讲到话陀大家都知道 他发明了世界上最早的全身麻醉药 麻沸散 话陀传里面写的用了药之后 虚余 变如醉死 无所知 就完全达到了麻醉的一种状态 之后经过手术之后 他就过一段时间就恢复了 话陀对麻沸散 对麻醉药的贡献 是得到了世界公认的 第二 话陀也有治疗骨科的一些外治方法 现在有名的话陀夹急穴 在我们的脊柱正中 左右各旁开0.5寸 在每一个脊柱旁开0.5寸 就是一个夹急穴 一边有17个 这两边夹起来是34个 现在在广泛用在很多科的治疗中 但是文学上面大家对话陀 尤其把关羽和曹操又联系到一起 三国治里头 他真正确实是死于曹操之手 曹操当时收集了很多这些名士 天下名士 包括很多名医 但是这个话陀 不想依附在这个全世界之下 曹操反复征兆他 他不来 曹操后来就非常恼火 然后把他抓到狱中 最可惜的是 话陀的青囊经 最后能能传下来 非常可惜 所以他的麻沸伞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具体成分是什么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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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